Hello大家好,谢谢你点开今天的YouTube影片 今天是11月16号 感谢来到594位订阅者 我现在正在等公车准备去市集摆摊 谢谢你们的订阅与支持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看的影片 欢迎请您主动留言给我 我是维希,我是一名陶瓷艺术家 这个频道就是记录我的英国生活 以及陶瓷艺术创作工作的过程 谢谢你们的喜欢 刚刚录影录到一半猫咪在我后面 所以我就录了一段猫咪 嗨喵喵 哦哦,我听说喵喵 片,卷卷 那种姜,卷卷猫咪 毛看起来很漂亮 应该是抹了痒的 只是她出来散步 现在我到市集了 今天市集非常非常的热闹 将会有25个摊位在这里摆摊 这个市集有一个好处就是 她会准备一杯热茶或是咖啡 给所有来这里摆摊的人 我觉得就是会特别的照顾来摆摊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开车啊或是搭公车来 那在这种冷冷的天气当中喝一杯热茶 觉得特别的温馨 所以我最想先给他们卖了我一个原灯 需要他的支持和鼓励 不是,我今天摆摊的东西 他正在摆到,送的 这是我做的圣诞节卡片 四集十点才开始 我们已经完成补摊了 这个是卖有机猪肉的 然后这边还有猪肉 我先拍一点点 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很忙 我先拍一些四集摆摊的东西 还有果酱 哪片 今天我把圣诞节的毛衣拿出来穿 刚才那个另外一个摆摊的人说 终于可以穿这个毛衣了 每年就是这个时段 才可以穿这个圣诞节的毛衣 这件是我在二手店买的三磅 大约台币大约120元左右 蛮可爱的 就是一个车子载着一棵圣诞树 很有过节的气氛 这是他们摆摊的厕所部分 厕所还蛮干净的 他也有提供卫生棉卫生棉条 因为有些摆摊的摊位没有厕所 还要去跟别人家借厕所 那这摊位就比较好有厕所 所以就想说来拍一下厕所给大家看 算是蛮干净的厕所 卫生纸也有 你就不用准备卫生纸 然后这是手工卡片 然后这里还有奶奶的娃娃 蛋糕 然后再刺绣 哈啰 感谢昨天在市集奶奶收藏了我的小别针 这个小别针还有两款 分享给想收藏的人 中间是我做的指纹小花 用瓷土一片一片 粘贴上去的 烧1230度 也卖了另外一个小别针 可以别在帽子啊或是围巾上 冬天的时候增加一些装饰 让整个人看起来更精致 那刚好 我很喜欢奶奶的这张手工卡片 我就买了她两张手工卡片 一张是一磅 这张是生日快乐的 这张是圣诞节 很可爱的白色跟金黄色的卡片 同时我也买了另外一个手工编织的西瓜 半片的西瓜 觉得特别的可爱 这个的话是四棒 把一点点的钱回馈到市集 其他手工艺者的手上 希望我之后有机会 可以回馈到市集上 如果自己买的东西更多 也可以帮助到其他手工艺者 因为这些都是花很多时间制作完成的 用自己劳心劳力 用自己的手去创作自己的财富的感觉 蛮好的 即使这个目前可能并不是非常大笔的收入 但是也是不无小补 那慢慢的从市集卖作品 小件作品 然后当然是希望之后可以卖比较大件的艺术品 慢慢的找到真正喜欢我手工陶制作品的人 是一件蛮美好又踏实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找到适合的买家 我继续努力 昨天是11月16号 这一段是今天录的 11月17号 昨天10点到12点去市集摆摊 赶快冲回来街上公车冲回来家里 2点的时候 2点到4点的时候去办陶瓷彩绘课程 大概是1点15分就到咖啡店去布置课程上课的桌子椅子 把它都拍好 昨天一整天是过得非常的充实 也感谢昨天下午来参加陶瓷彩绘 手工吃土圣诞节装饰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来这里烹茶 很感动 然后每个人都是超厉害的绘画者 每一个来参加我们陶瓷彩绘课程的人都超厉害的 都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东西 我只是负责帮忙拿水换水 原料给来参加活动的人 那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在12月5号晚上8点6 6点5 欢迎有兴趣的人来参加 谢谢 11月17号去COVE买了面包 可以当午餐吃或是明天的早餐 这个是给纯素的人吃的 我发现我们这里给纯素的人吃的面包 会常常在打折 这个是85G 再来看看我哪里 起司 3磅 柠檬 我从尝试买这个鲑鱼的FISH CAKE 原价3.5磅打折之后2.28 还买了一个SPAGOT 我上次买过 我觉得吃起来还蛮不错的 80匹一包500克 买了上次我也买过这个冷冻的蓝莓 现在包4磅觉得还蛮不错的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我没有吃过 RAID PAPER 买了莱姆6颗 现在一颗是35匹 那就是我今天的购物 是我今天花的钱 一共花了16.58 但是因为他给了一些折价 最后结账是15.48 结账的时间是10.52分13秒 因为英国礼拜天是10点 早上10点才可以开始交易 比较晚去 而且礼拜天的话是10点店家才开门 所以分享给大家 这是最近的英国英格兰的物价作为参考 谢谢 现在把Fish Care放到桌子里去装一下 现在把酱打开了 我们在面包上 看起来还蛮好吃的 开始来吃午餐了 今天买的这个是鲑鱼堡 吃吃看 出来了 鲑鲑鱼堡 嗯 很好吃 再加上 金菜 一二三种金菜 开动了 这个酱料蛮好吃的 不会辣 它是属于比较偏甜的 但也没有到非常的实甜 就真的还蛮好吃的 加上起司变得更好吃 最后和你们分享我在英国双城巴士的展览 到11月21号 因为最近英国火车 和礼拜天的火车会停止 或是延迟 虽然主办单位说没有办法展到礼拜天 因为礼拜天的话 他希望我们11点到4点去把作品拿回来 礼拜六呢火车也是有延迟的状态 我的作品在布里斯多的Fish Pound Street 会展到11月21号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展览 那这一场展览呢 主办单位非常的仁慈 没有收任何作品卖出去的抽成 如果作品卖出去 百分之百都属于艺术家的 那因为我之前有缴了这个展览的费用 目前他是收20磅 大约台币900元左右 分享给未来也想在英国双城巴士展览的人 作为参考 他未来的展览价格会提高 然后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我youtube的描述 想要在英国双城巴士上面展览的人 也可以仔细的看他们的网站 看如何申请这个展览空间 谢谢 最后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我们下次见 祝福你们一切平安健康 拜拜